我在立法,我来说法 乡村振兴用地难 是各方面反映比较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 在北京市减量发展的背景下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乡村振兴用地的合理需求呢? 这次立法根据中央和市委的相关决策部署 着力解决四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地从哪来? 条例中明确,可通过闲置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和村庄改造等方式 节约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 并按照一定比例确定为乡村产业建设用地 第二,地怎么布局 就是怎么落到规划图班山的问题 这次立法针对村庄规划操作性不强 项目难落地等问题 根据本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使用经验 以及多归合一的点状工地规划编制实践 强调 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加强城乡区域统筹 细化了村庄规划编制要求 要求明确村庄建设边界 优化村庄建设用地布局 对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现状村庄 规定要编制实施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三,地怎么供 条例要求完善乡村用地政策 优化审批流程 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供地指标 同时固化了本市 设施农业用地和点状供地政策 着力保障在村庄建设边界外的部分乡村产业建设 配套设施用地需求 第四,地怎么用 对于集体建设用地 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自主开发利用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外 也常常需要以外部通过出租入股等方式合作开发 条例明确 有序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体系 做好农村不动产登记 着力为土地要素 依法有序流动提供制度支撑 关注人大立法 关注立法者说